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孝心被胎 更恐怖的是 郑凯一年内发布的300条微博全部与孙肖肖有关 甚至还将两人合照作为头像使用 不过孙肖肖可不是个安分的主 一边享受着郑凯的跪舔 一边于理想高调官宣恋情 得知消息后郑凯犹如五雷轰点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暗时有孤独症 尽管如此郑凯依旧满眼都是孙肖肖 甚至会为孙肖肖的一句话 毫不犹豫从网门塔跳下去 但换来的仍旧是被她称好 意识到努力没结果后郑凯主动抽身离开 也正是这时她遇到暴躁千金程小月 生与香港富商市家的程小月是真正的白富美 从身家来说八个郑凯也比不上一个她 程小月的身世背景更是令人称奇 外公是外交官母亲是迪奥大中华区副总裁 她本人更是开着上百万豪车出街 上海富人区房子说买就买 2015年七夕郑凯官宣与程小月恋情 让她喜提嫂子身份 随后两人登上我们相爱把撒进狗粮 尽管此时二人已相恋多年 但甜蜜程度丝毫不解 但也正是这档节目 让观众看到郑凯在感情中的卑微 每次吵架不管是谁的错 最先低头的永远是郑凯 并且程小月明令禁止郑凯与女演员有亲密戏 更不用说为节目效果炒CP 最为关键的是程小月母亲一直瞧不上郑凯 明立案立案是她住一门当户队 鸡毛蒜皮的是积压到一定程度后 这段感情以郑凯单方面宣布分手画上句号 或许是经历过爱而不得和自卑 郑凯才对温满可人的苗苗另眼相看 两人闪婚后苗苗为备孕暂停事业 并且为让郑凯没有后顾之忧 哪怕是运捡她也会独自开车前去 甚至只要是郑凯在的地方 苗苗的眼光永远在她身上 完美全是好妻子的角色 不过能让逢女狼死心她地生孩子 可不仅仅是人格魅力这么简单 杜江无意间的一句话 让郑凯隐藏多年的富豪身份彻底暴露 比十几人一同做客非常近距离 期间杜江谈到郑凯没进入演艺圈 就已经是全班数一数二的有钱人 不仅将郑凯的豪气和盘拖出 也让大众第一次开始审视她 2014年郑凯参加跑男 因用力过猛没有控制住体内的洪荒之力怒放一屁 这个屁不仅让她冲上热搜榜 更是让她微薄粉丝量一页突增八万 正当所有人忙着嘲笑她时 郑凯却另辟蹊径设计蘑菇屁裤 凭借她放屁的热肚裤子首发就突破五千多条订单 一天狂赚百万以上 也正是这次成功 让她萌生开店做生意的想法 2014年郑凯运营潮牌DWP IAY 她的策略则是借助火爆电影IP生产衍生产品 美人鱼 钢铁侠等一经发售吸引大批粉丝追捧 营业额也是水涨船高 郑凯并没有止步于此 抓住时机先后投资36家公司涉足多个行业 商道企业交流下制广播电视赚得盆满钵满 更恐怖的是她还占有浙江东洋浩瀚影视3%股份 但该公司在注册当天就被划以7亿的价格收购 这也就是说郑凯一天狂懒7亿 不仅如此郑凯主页演戏的同时 还会投资影视剧兼职制片人两头赚钱 而她最出名的则是娱乐生意 郑凯上海酒吧紧站的面积就高达3000平 其中装潢被网友惊叹为行走的人民币 其中一个卡座就高达30万 而且还不包含酒水消费 即便价格如此昂贵卡作人是功不应求 毕竟来此处消费的不是富豪就是名流 自然不在乎这点小钱 有钱后郑凯第一时间投资房地产行业 她在上海的豪宅位于荣创滨江一号院 价格比汤城一批还要高 根据淼淼在此前晒出的豪宅内景来判断 面积在300多平左右轻松突破一元大关 并且小区内的配置也是十分高档 陆天泳池和超级会所应有尽有 站在豪宅内不甚至还能看到黄浦江 拥有如此雄厚的财力背景 郑凯自然对苗苗十分舍得 早前有网友与她开百万豪车 带苗苗入住上海顶集月子中心 夫妻二人花费50万选择最贵的总统房 或许正是因为不可估量的财产 郑凯逐渐养成自傲的性格 是不是得到好兄弟冯绍峰的默许 郑凯才敢公然欺辱赵丽颖 2020年产后付出的赵丽颖参加活动时 突然被郑凯当中刁难 显然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回答都会引发舆论热议 赵丽颖只好保持微笑默不作声 谁知郑凯又自以为幽默继续开卖 此刻竟头扫到赵丽颖实脸上已经写满尴尬 大概是觉得赵丽颖无力反驳 郑凯迷之操作建议全场给在家带孩子的冯绍峰掌声 这波秀智商行为让赵丽颖直接黑脸 郑凯之所以口出此言 除去骨子里认为女人应该相夫教子外 或许还有五年前赵丽颖的一句无心之诗 2015年两人共同合作电视剧 此时郑凯凭借跑男风头正成 赵丽颖却无意戳穿真人秀有剧本的事实 要知道她此时刚参加完跑男 其中内涵一位可谓是狠狠打了跑男常驻嘉宾郑凯的脸 想必这正是小肚鸡肠的郑凯处处针对赵丽颖的原因 其实早在她刚参加跑男时 已经将自傲小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5年跑男团来到墨尔本录制节目 郑凯几不如人被陆寒撕掉名牌 没曾想她进当场发飙 衰卖扔衣服一气和成气势汹汹 吓得身后的陆寒手足无措 就连邓钞都不敢轻易上前 只能默默将衣服捡起来 而后节目组为安抚郑凯情绪 重新录制撕名牌环节 安排她将撕掉陆寒云以报仇 然而节目组怎么也没想到 早就被丢在回收站的剧情 竟被网友发到网上掀起吃瓜浪潮 刹那间关于郑凯发飙词条迅速登上热搜榜单 陆寒粉丝看见自家哥哥受欺负 纷纷拿起键盘套发郑凯 就连节目组评论区也被攻陷 眼见娱乐与演誉猎跑男团队开启紧急攻关 让陆寒郑凯上演胸有地公的戏码 先是郑凯发布图片称作一个耐私的人 而后陆寒紧急转发并留言 我们和耐私一语双关 好在这场闹剧在陆寒的大肚中落幕 不料郑凯竟死不悔改 2016年华晨宇初登跑男宣传歌曲 撕名牌环节中郑凯队友王子文被王阻拦偷袭 于是他为保护队友开始混战 三人纠缠之际一旁的华晨宇四肌而动撕下王子文名牌 听到郑凯在得知结果后火冒三丈 并据称对华晨宇使用了侮辱性的言论 这种行为是极其不恰当和不可接受的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人的感受和尊严 避免使用攻击性或侮辱性的语言 对于华晨宇来说 他可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成为了这种情绪的受害者 他的泪水可能是对这种情况的自然反应 也可能是对郑凯言论的深深伤害 作为观众 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情绪的转变感到震惊 并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至于镜头切换的问题 如果这种切换方式确实给观众带来了不适或误解 那么节目制作方应该考虑改进 在呈现这样的场景时 他们应该更加谨慎和敏感 以避免对任何一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误解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呼吁所有人保持理性和尊重 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时避免使用攻击性或侮辱性的语言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差异和选择 共同创造一个和谐 包容的环境 好在华晨与性格懦弱加上互联网并不发达 这才让郑凯躲避一场网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